各位弟兄姊妹 大家平安 感謝主我們經過了一個星期 已經到了星期五的晚上 我們也進入安息日 感謝主我們都能夠在這邊一起聚會 敬拜神 小弟今天晚上想要用我們的使命 來跟大家做互相的勉勵 會用這個題目是因為我們的宣道谷信美直視 他為了準備我們這一次的營恩佈道會 安排了一系列的有關於宣道的題目 所以在上個星期我們的侯長老 還有我們北區的區域負責遙傳道 都來這邊為我們講了很多有關於宣道方面的題目 那在上個禮拜的聚會當中 也讓我覺得說有很多的道理 其實我們都不斷的聽都很了解 但是透過他們這樣子的講解 讓我又覺得說很多的道理應該重新再一次的激勵我們大家 所以小弟用我們的使命來跟大家做互相的勉勵 那因為我們台北教會是一個 在台灣來說是一個比較大規模的教會 跟很多的中小型的教會不太一樣 那因為我們的人數多 我們的資源豐富 所以在教會當中就有很多的活動 然後也有很多的工作 分工非常的細 那這樣子分工很細 活動很多 然後大家得到的服務很 很完全很完整的這樣的情況下 有的時候會讓我們比較看不到整個的教會 我們都很專注在我們的分工 我們所做的事情上面 我們都常常會被這些活動所吸引 然後常常會覺得說得到的這些服務 好像都是應該的 理所當然的 但是我們如果有一天 不是在台北教會這樣的環境裡面 我們會發現說 其實分工好像也不是那麼的 一定要分到那麼的細 然後我們也會發現說 其實活動也不一定要那麼的多 然後也會發現說 這些別人的服務 別人的招待 其實自己更要付出更多的努力 才能夠讓自己來教會 得到的這些物質上面的 或者說精神方面的那些服務 才會有到那麼多 所以說我們應該要再想一想 到底我們的教會應該是什麼樣子 所以在上個星期的聚會當中 幾乎每一次的講到 都會講到這一節經節 我們來看一下 馬太福音的二十八章 馬太福音的二十八章 請看十九節二十節 馬太福音二十八章 十九節 十九節 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做我的門徒 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 二十節 這兩節經節 這兩節經節呢 是主耶穌復活以後 是主耶穌復活以後 對門徒的分布 那被很多的人 從歷史上很多的人 都把這兩節拿起來說 這是我們的大使命 这个我们是指整个的教会 因为这边所讲的 就把主耶稣交给门徒 交给我们 这些整个的教会应该要做的事情 做了一个非常简洁恶药的交代 那在十九节这边 我们看到非常强烈的对外宣道的使命 所以我们说我们教会对外传福音 是一个最重要的使命 那我们也觉得说 对这真的是我们的一个很大的使命 那么这个使命在十九节我们看到说 要使万民做主耶稣的门徒 要奉主耶稣的名给他们施洗 那好像这是一个阶段 好像就到这边就结束了 所以我们觉得说 我们传福音的工作 就是要把人带到教会里来 让他能够成为主耶稣的门徒 成为弟兄姐妹 然后受洗归入主的名下 好像这样就结束了 可是我们如果看到二十节 二十节讲到说 这个使命好像不是到受洗就结束了 这边说凡主耶稣所吩咐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 那所以又有人说 那二十节这边的这个使命 那我们看到什么呢 看到说 好第一个我们要把主耶稣的吩咐 要教导出去 第一个就是要 我们要明白主耶稣的吩咐是什么 然后要把主耶稣的吩咐 要把他教训出来 教导 让所有弟兄姐妹能够明白 然后呢 我们要能够遵守主耶稣的命令 那其实这个整个十九节到二十节 这个整个灵贯下来 是一个连续的持续性的工作 只是我们太习惯用受洗 用洗礼当作是一个阶段 所以我们就会把这个使命 又把它区分为对外宣道 对内牧养 这样子来把它切割起来 但是我们整个来看 我们就会发现说 其实我们所得到的使命 是要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来 我们来看哥罗西书第一章 哥罗西书的第一章 请看第二十八节 哥罗西书的第一章 第二十八节 我们传扬它是用诸般的智慧 劝戒个人 教导个人 要把个人在基督里 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 这边在 在哥罗西书的一章二十八节里面 保罗就把这个传福音这个工作 他就没有把它停在 带人来受洗这样子就结束了 就像在马太福音的二十八章的十九节二十节一样 这是一个完整的一章一章 这是一个完整的过程 他说用诸般的智慧 劝戒个人 教导个人 要把个人在基督里 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 所以不是在什么阶段 这个工作就结束 这个是一个完整的工作 那在这里 他讲到的一个目标 就是带到把个人 完完全全引到神的面前 然后在这里 他也讲到了这个过程 这过程里面是 我们是需要用到诸般的智慧 我们要用到诸般的智慧 驻戒个人 那意思就是说 我们要付出的努力非常地多 诸般的智慧都要用出来 然后为什么说 劝戒个人 因为在这个过程里面 很多时候是 不是讲过一次就结束的 是要劝戒 是要教导 因为有的时候 我们会碰到很多的懒阻 特别是我们想到说 在我們傳福音的過程裡面 我們要面對的不只是我們看得到的這些阻礙 在看不到的靈界也是一個很大的征戰 所以我們在所做的過程當中 我們會碰到挫折 我們會碰到停頓 我們也會看到神跟我們同工 那這整個的 就是我覺得啦 對教會來說 這是一個很大的使命 對於我們真耶穌教會呢 就是我現在就把這個範圍 從整個的教會 聚焦在我們真耶穌教會 我們說我們是 叫做真耶穌教會 我們是真教會 那我們真教會的使命又是什麼呢 在這個世界上 我們看到基督教有很多的教派 那大家都自稱是 就是耶穌基督的門徒 可是這麼多的教派 所教導的道理 我們看到 是有很大的差異 那很多的差異 有的人會覺得說 哎呀這不過是這個 教義的不同啦 解釋的不同啦 那這些不同 難道都無所謂嗎 我們來看啟示錄 請看啟示錄的第二章 請看第十二節到第十四節 啟示錄第二章的第十二節到第十四節 你要寫信給別加摩教會的使者 說那有兩任利劍地說 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座位之處 當我忠心地見這人安提帕在你們中間 撒旦所住的地方被殺之時 你還堅守我的名沒有棄決我的道 第十四節 然而有幾件事我要責備你 因為在你那裡有人服從了巴蘭的教訓 這巴蘭曾教導巴勒將絆腳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 叫他們吃既有像之物行監營的事 在這裡是在記載說 在使徒時代的末期 在那個時候教會已經有錯誤的教導在流傳了 那在這個地方約翰他特別指出這個別加摩教會 那別加摩教會在這裡敘述到說 他在這個困難的環境當中 在他們的信徒裡面有人為主殉道的情況之下 大家還是忠心持守的主的道理 但是有發生什麼問題呢 發生的問題就是說 這裡有巴蘭的教訓到他們當中去了 那這裡說巴蘭的問題 巴蘭的錯誤在哪裡呢 在十四節這裡說 這個巴蘭曾經叫這個以色列人 施既有像之物行監營的事 這個是以色列人的絆腳石 那這兩個事情呢 可不可以做 這個是非常清楚的教導 在這個《使徒行傳》的十五章那邊 我們每一次在辦聖餐的時候 都會翻到那個經節 就是在當時耶路撒冷教會 耶路撒冷的會議當中 教會已經決議說 有一次件事情是不可少的 那其中就包括了這個禁止吃有像的物 禁止這個監營的事情 講得非常的清楚 可是沒有多久 這個《啟示錄》在寫這個的時候 離那個時間就是幾十年而已 就幾十年而已 已經有這樣錯誤的教導 在教會裡面發生了 當時這個約翰已經寫了《啟示錄》 來指出他們的錯誤了 可是我們看今天的教會 有多少的教派 對這兩件事情是無所謂的 在我們所認識的朋友當中 在我們所接觸到的 其他的教會的 這些弟兄姊妹當中 有多少的教導 是跟他們說這些是無所謂的 所以我們不禁要覺得說 我們正義書教會 在今天這個時代 我們所要擔負的使命是很大 我們來看《馬太福音》的二十三章 《馬太福音》的二十三章 請看第十五節 二十三章第十五節 你們這個假冒為善的文士和法利賽人有禍了 因為你們走遍洋海陸地勾引一個人入教 既入了教卻使他做地獄之子 比你們還加倍 這裡是主耶穌在責備當時的文士法利賽人 說他們到處去傳教 傳教的結果是讓別人入他們的教 讓這些入他們的教的人 變成地獄之子 那我們今天看到其他的教派 他們有一個名在那邊 但是實在的內容卻是背離聖經的 卻是在傳一些是是而非的道理的時候 那我們在什麼地方 我們正義書教會的使命 是我們相信 我們是真的可以救人的教會 因為在我們教會有全備的福音 我們是照著聖經的真理而行 那為什麼我們可以有這樣的把握呢 因為我們有聖靈同在 而且我們是認為 我們認真查考聖經 所以知道我們的教義 知道我們講台上面的訊息 知道我們平常在教導的 都是按照聖經的教訓 而不是憑著個人的喜愛 憑著個人的方便 所以我們再看一下 剛才我們所讀的 馬太福音的二十八章第二十節 馬太福音的二十八章的二十節 這叫幾百章的五十六分鐘 我說如果是個體重的 我們還是很有趣 說這三一十六分鐘 要接到個體重的天亮 努力等到你 在這一點才能看到 這三十八章的五十八章 我們十四First 哪個幾十八章的天亮 我們想找到祂 說這三十八章的天亮 如果是這樣的一十八章 要找到祂照 所以我們是一十八章的天亮 全备的福音 不是经过挑选的 不是把我们认为好做的 简单的 喜欢的 拿出来教导就算了 就没事了 这里是说 凡是主耶稣所吩咐的 都去教训 要讲全部 不是部分 不是挑选 选择比较简单的 那这里说 我所吩咐的 这个我是主耶稣 是把主耶稣所吩咐的 都拿出来 这是出于主耶稣的教训 主耶稣的命令 那另外一方面呢 它相对的是 出于人的教导 比如说 洗脚礼 洗脚礼我们在圣经里面 所读到的是什么 是主耶稣 在最后的晚餐的时候 也是啊 这osenen 只是个份 也就得了 因素 所以这一方面 那种 所以我 recent 修主的 沉恥 认我 不 因素 去瞭解 去知道 主耶稣的教訓 什麽是全備的 什麽是祂要我們去遵守的 那要人去教訓 要人出來 去了解 教訓什麽 遵守什麽 那整個的 我們說跟其他一般的教會講起來 比較起來 很大的差異 就是我們所說的五大教義 這五大教義是我們跟其他教會 非常不一樣的地方 那這些 就是對我們正義書教會來說 是我們很重要的使命 在提摩泰後書裡面 他講到了所謂的純正的道理 我們再來把這個提摩泰後書再看一下 請看提摩泰後書的第一章 提摩泰後書的第一章的第十三節 十三節 你從我聽的那純正話語的規模 要用在基督耶穌里的信心和愛心 常常守著 十四節 從前所交托你的善道 你要靠著那住在我們裡面的聖靈 牢牢的守著 這裡講到了這個 所謂純正話語的規模 那這個就是提摩泰從保羅那邊所接受的這個純正的道理 從主耶穌升天之後 他的門徒到處去傳福音 那在那個時期 大概都還是這個道理非常的純正 那到了提摩泰那個時候 事實上已經有一些其他的那些教訓教導 進入到教會裡面來 所以保羅在交代提摩泰的時候 在這個提摩泰後書的第一章他就講了 從保羅那邊所聽到 得到的 純正話語的規模 去思考一下哪一些 哪一些是純正話語的規模 哪一些是從其他的教導 從其他的教訓 那邊摻雜進來 似似而非的道理 別的聲音要我們向世界妥協 就像很多其他的教派一樣 說這個太難了啦 已經不合十一了啦 這是什麼時代了 但是我們要想清楚 要去把它守住 所以在這個地方 在十三節說 要用基督耶穌裡的信心和愛心常常守著 那我們會想說 為什麼我們守住這個道理 要用信心 要用愛心呢 我們碰到的衝擊非常的大 今天在外面的聲音 甚至我們裡面的聲音 都有很多很多的雜音 在那邊要我們說 去看看現在的世界是什麼樣子 去考慮一下 要不要做一些改變 所以我們會碰到很多很多的衝擊 然後在第十四節這裡說 靠著住在我們裡面的聖靈 牢牢的守著 我們今天用我們的信心 用我們的愛心 但是可能 常常都會有軟弱的時候 所以我們要靠著聖靈的力量 聖靈真的不是留在那邊 等到進天國拿來做門票 只要靠著聖靈 要靠著聖靈 我們不是要靠著聖靈嗎 想看你們多看來的聖靈 可以看來的 noticing 我們會有很多誇目的地方 我們是來раon 所以我們要從我們當中去發掘這樣的人出來 我們要把我們所得到的這些信仰 要把它傳成這樣的人出來 要把它傳成這樣的人出來 要把我們用東西來的交棒下去 那是不是每一個人都能夠做忠心能教導別人的人呢 靠著聖靈我們都可以 但是我們常常都會忘掉 常常都會把別的事情放在前面 所以我們要首先讓自己 也能夠成為這裡所說的 忠心能夠教導別人的人 然後我們從我們的前輩那邊 把這個道理 這個教訓 第二章第十五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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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當竭力在神面前 得蒙喜悅 做無愧的工人 按著正義 分解真理的道 這裡說 要按著正義 分解真理的道 那這個目的當然是要 讓更多的人 能夠明白真道 所以把一個道理 它可能是複雜的 它可能是需要解釋的 那怎麼樣把它 能夠讓別人接受了解呢 就是要能夠把它分解 讓它能夠容易了解吸收 那這個分解的過程當中 當然要按著正義 不是按著自己的意思 而是按著正義 所以這裡說 要把這個真理 要能夠按著正義把它分解出來 讓更多的人能夠明白真理 那這裡說我們要在 要竭力在神面前得蒙悅納 我們有時候在努力 到底我們在努力什麼 我們要得到別人的稱讚嗎 要得到這個從別人來那邊 別人的肯定嗎 應該不是這樣子 所以我們要看到 看到這裡面所說的 是要在神的面前 得蒙悅納 我們所做的事情 到底神會喜悅嗎 我們也常常要這樣子問自己 我們所做的 我們所說的 是不是奉主耶穌的名 是奉主耶穌的名 在主的面前 我們就是應該會得到悅納的才對 如果這樣一問 自己覺得心虛 那要再想一下 該怎麼做才對 我們再看第二章的二十四節二十六節 提摩太后書的第二章二十四節到二十六節 然而主的仆人不可爭敬 只要溫溫和和的帶眾人 善於教導 存心忍耐 用溫柔勸誡那抵擋的人 或者神給他們悔改的心 可以明白真道 叫他們這已經被魔鬼任意滷去的 可以醒悟 脫離他的網絡 這裡就講到了 在很多的辯論 很多的這個道理的紛爭吵雜當中 那我們怎麼辦呢 這裡說 不要陷入那些增進當中 不是去辯論一些沒有用的事情 是要能夠看清楚我們的目標是什麼 我們的目標很清楚 就是要讓萬人能夠做主的門徒 讓萬人能夠接受認識這個真道 而不是辯論裡面得到勝利 而不是把別人逼到走投無路 所以我們看到這裡 怎麼樣讓這些被魔鬼任意滷去的人 可以醒悟過來 可以明白真道呢 這裡就這樣講 告訴我們說 溫溫和和的帶眾人 善於教導 存心忍耐 溫柔勸解那些抵擋的人 所以不管是在我們傳福音的過程當中 或者說在我們面對一些挑戰的過程當中 我們都要把本來的使命看清楚 我們來到這個地方 到底是要跟人家結交成為好朋友 還是說我們希望大家能夠跟我們一樣 得到這個真道 明白真道 還是說我們是要來這邊 把別人通通都打敗 這個要分得很清楚 但我們的做法會完全不一樣 再看提摩泰後書的第四章 第一節到第五節 第四章的第一節到第五節 我在神面前 並在將來審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穌面前 憑著他的顯現和他的國度 嘱咐你 誤要傳道 無論得食不得食 總要專心 並用百般的忍耐 各樣的教訓 責備人 警戒人 勸戒人 因為時候要到 人必厭凡那純正的道理 耳朵發癢 就隨從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師父 並且言而不聽真道 偏向荒謬的言語 你卻要凡事謹慎 忍受苦難 做傳道的功夫 盡你的職份 在這邊已經幾乎是保羅最後的教導了 那他的教導裡面 我們看到了什麼 我們看到 第一個在第二節說 勿要傳道 無論得食不得食 那這個在上個禮拜的聚會當中 也被引用了很多次 我們的使命就是傳道 那我們的傳道 有的時候我們會在那邊想 哎呀這樣是不是適當的時候啦 這個是不是適當的人啊 那我們這樣子會不會怎麼樣 又想很多 這裡告訴我們說 勿要傳道 無論得食不得食 那為什麼呢 第三節說 因為時候要到 人必厭煩 純正的道理 然後很多很多這樣下去 時候要到 從保羅那時候這樣說 現在其實早就到了 我們看到現在的這個社會 其實不是一個 對道理很能夠接受的時代 有很多這個 我們都覺得說 怎麼會有人這樣子在想 怎麼會有人這樣在做 這樣不可思議的事情 但是就算是這樣的時候 這裡說 勿要傳道 無論得食不得食 從這邊我們看到 我們認為我們的這個環境很惡劣 其實從前也是那麼惡劣 我們認為說這個傳不出去了 可是別的宗教 別的教派 我們是在 他們繼續在 他們繼續在 必須在擴張 繼續在 增長 我們沒有理由說 哎呀 我們就 就要 覺得說 這個不是我們的時候 我們真的要去 把這個 使命 放在我們的生活當中 所以在這個提摩太后書 我們這樣看到說 我們 正義書教會 我們有所謂最全備 最純正的道理 那我們該怎麼做 守住 要能夠守住這個道理 要能夠把這個道理交脫出去 要能夠教導人 要能夠把這個道理 按著正義把它分解出來 然後把它傳出去 這是我們正義書教會的使命 好 那 從整個正義書教會 我們來看我們台北教會 在整個正義書教會當中 我們台北教會 有什麼樣的使命 其實我們 台北教會在一個非常 獨特的位置 所以我們的使命 也是非常獨特的 因為在101年之前 正義書教會在北京開始 然後傳到各地去 那傳到台灣 並且在台灣 建立一個非常穩固的基礎 所以最近 我們過去的這半世紀 可以說整個正義書教會的重心 是在台灣在發展 那在整個台灣裡面 台北 大家都知道 是在一個非常關鍵的位置 所以從台灣各地的人 都搬到台北這邊來 來這裡 就學 來這裡就業 在我們當中 很多都是外地人 我自己也是外地人 到這邊來 就留下來 所以我們在台北這邊 是從各地匯集了很多的人 然後從這邊又再分到很多很多的地方去 包括國內國外都有 那我們在台北這邊建立教會 台北教會是在台北都會區的整個的交通中心 非常的方便 那我們也看到 事實上 我們的人力 我們的財力 都是在整個正義書教會當中 是明列前茅的 所以我們今天在這個地方 成為台北教會的一份子 我們也要想 我們為什麼會在這個地方 神安排我們在這裡 我們有什麼樣重要的使命 一起來讀生命記的第六章 神明記第六章 請看第十節到第十二節 神明記第六章第十節 就位聖經兩百二十四頁 第六章第十節 耶和華你的神 臨你盡他向你列主 亞伯拉罕 以撒雅各 啟示應許給你的地 那裡有誠意又大又美 非你所建造 有房屋裝滿各樣美物 非你所裝滿 有早成的水井 非你所早成 還有葡萄園 橄欖園 非你所栽種 你吃了並且飽足十二節 那時你要謹慎 免得你忘記 將你從埃及地為奴之家 領出來的耶和華 這個經節是以色列人 將要進入到迦南地的時候 神透過摩西來提醒他們的 說你們今天進入到迦南地 得到了這一切 這一切的美好 我們今天也許看這些 覺得說這些有什麼 可是想想看 這些以色列百姓 在曠野裡面流浪了四十年 到了一個這樣子流浪與蜜 流浪與蜜美好的地方 可以在這裡安居樂業 這樣住下來 然後神提醒他們說 在那個地方 你所得到的一切 一切的方便 一切的美好 如果去想 是不是你們這些 出埃及的以色列人 所成就出來的 所建造出來的呢 通通都不是 沒有一樣是他們所成就的 沒有 那怎麼會得到呢 是因為神把他們 帶到這個美好的地方來 都是出於神的恩典 所以我們今天也應該要想 今天我們在台北教會 我們看到這一切 難道是我們的能力 所建造出來的嗎 當然都不是 無論你是在這裡長大 或者你從別的地方 搬到這個地方來 這裡的很多的東西 都是神帶著我們的前輩 這樣子慢慢慢慢 把他成就出來的事情 所以我們應該要想 我們在過去的這些基礎上面 我們不是只有享受這些方便 這些便利這樣而已 而是說我們可以不用再去做 重複的事情了 我們可以在這樣的基礎上面 我們可以去做更多 神要我們做的事情了 所以我們要想 我們應該要做些什麼 難道我們在這樣的方便裡面 我們只是覺得說 哎呀那就跟我們的同事啦 同學啦 事業的夥伴一樣 去打拼這個世界的事情 去爭民主力 為無斗米折邀這樣就好了嗎 所以我們要想 再回到我們的使命來 主耶穌的吩咐 是要我們能夠讓 萬民做主耶穌的門徒 然後用 讓主耶穌的教訓 讓他們知道明白遵守 我們自己也是一樣 所以說 如果要能夠這樣子傳福音,造就信徒,我們就怎麼做呢? 請看《使徒行傳》的第六章 《使徒行傳》的第六章,第一節到第七節這個地方是記載 在那個時候,因為信徒慢慢增加了,所以有很多的工作 就變得需要用一些管理的方法來做了,需要有一些分工了 所以他們就在那個時候建立了一些制度 那我們來看第一節到第四節 那時門徒曾多,有說西林尼話的猶太人向希伯來人發怨言 因為在天天的攻擊上忽略了他們的寡妇 十二使徒叫眾門徒來對他們說 我們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飯食原是不合一的 所以弟兄們,當從你們中間選出七個有好名聲 被聖年充滿智慧充足的人,我們就派他們管理這事 但我們要專心以祈禱傳道為事 然後第七節,神的道興旺起來 在耶路撒冷門徒數目增加 甚多,有許多的祭司信從這道 這裡就記載說 當他們遇到了這個問題 信徒數增加 然後教會的管理需要有更多的分工 那他們也分工了,也建立了制度了 在第七節這邊說 神的道又興旺起來 所以說我們在教會當中 我們會做一些分工 那這些分工都是為了要支援 這個傳福音造就信徒這樣的事情 因為這些都是 如果用這個戰爭來說 那就是後勤補給的工作 後勤補給的工作做得越好 在前面傳福音做事工的這些人 越沒有後顧之憂 他就會更努力的 更放心的 向外去傳福音 舉一個例子來說 我常常都覺得 我們晚間聚會的信徒人數好少 星期一到星期四 星期天到星期四 你到教會來看 聚會人數非常的少 那我們這些福音工人 假設他們在外面傳福音 然後發傳單給一些 還沒有信主的這些人 邀請他們來教會 邀請他們來教會 告訴他們說 我們每天晚上都有聚會 其實每次這樣講的時候 我都覺得很興趣 我們每天晚上 事都有聚會 可是人家來到教會的時候 所看到的是什麼 就是人數非常的少 那這樣子在傳福音 你想想看 這樣的效果會不會很好 大家會認為說 你們教會不是在說 傳福音的事情 多麼多麼重要嗎 教會是多麼多麼好嗎 可是為什麼 晚上到你們教會來聚會 在你們所說的聚會時間 出現的人 都是這麼少呢 所以我覺得我們要想一下 在這些傳福音的工人 在外面傳福音的時候 裡面 我們後面的資源的工作 非常的重要 好 活動 講到活動 我們教會有很多的活動 事實上 我都覺得已經多到 多到 讓我們把這個 整個教會的使命 教會的目標 都蓋過去 都看不見 舉個例子來說 我們 每逢這個佳節 必有活動 新年到了 我們 就有一些新年的節慶活動 母親節到了 我們有母親節的活動 進老會到了 進老會的活動 這些 本來 他都應該是在 為了要傳福音 為了要造就信徒 這樣子的目標底下而辦的 畢竟我們要想一下 我們是教會 我們不是慈善團體 我們不是社團 我們不是YMCA 所以當我們的活動 多到一個 讓大家覺得說 理所當然的時候 那我們本來的目標在哪裡 我們教會本來的使命 在什麼地方 這些會混淆了 很多眾人以為美的事 我們不可能樣樣都去做 你可以做這個 你可以做那個 都可以做 可是我們首要的目標 在什麼地方 神的恩典是沒有限量的 可是我們的資源 我們的能力 是有限的 我們的時間 我們的能力是有限的 所以 有效的運用 應該放在 那些最要緊的事情上面 要把這個最重要的使命 擺在前面來 所以我們看到 在聖經當中 有些就是 價值觀已經混亂了 我們現在的社會有很多 也是這樣子混亂了 到底 我們最首要的目標 我們最首要的使命 在哪裡已經被遺忘了 特別是在 我們這樣的教會當中 特別容易 為什麼 因為我們的分工太細了 我們的活動太多了 我們的服務太好了 導致於說 我們常常會忘掉 其實我們每一個人 在主耶穌裡面 都是很重要的 所以說 我們台北教會 很重要的使命是 神把我們安排在這個地方 在台北都會區的中心點 祂給我們這麼多的人力 這麼多的財力 我們是應該要想 第一個 我們要支援 整個正義書教會的聖功 整個正義書教會 不是只有在台北這裡而已 所以我們不應該 把我們的精力 精神都放在 我們就是這樣 把這些人顧好就好 我們應該想說 我們應該要 把我們的福音往外擴充 那可能我們不是最前線 我們可能是別人的後援 我們要支援更前面的工作人員 所以我們在講世界傳道 我們在講台灣這裡 有很多未得之地的福音工作 我們不是只有在 在我們這裡 這群人這樣子而已 有更多的 我們也要想 因為我們在這個 很中心的地方 我們所想的是 整個台灣的工作 整個台灣的聖功 在什麼地方 然後我們也要 再縮小一點 最起碼 我們整個北區 我們整個台北都會區 有很多的工作 所以我們會去支援 比如說在長庚的步道 所以我們會去支援 比如說在某一個地方的醫宣 會去支援這樣的工作 但是這個目的 一定要看清楚 所以我們也要去想 其實在我們裡面 也有很多 該做還沒有做的事情 前面講過 很多的人 會到台北這邊來 就學 就業 而且還有很多人 來這裡就醫 那這些人 他們其實都是需要 被照顧的 在一個舉目無情的地方 在一個環境不熟悉的地方 我們在這裡 我們可以做什麼 一起來看《以斯鐵記》第四章 《以斯鐵記》第四章 十三節到十四節 《就業聖經》六百二十一頁 十三節 莫迪改托人回復以斯鐵說 你莫想在王宮裡 強過一切尤大人 得免這禍 十四節 此時你若閉口不言 尤大人 必從別處得解脫 蒙拯救 你和你富家 必自滅亡 焉知你得了王后的地位 不是為了現今的機會嗎 這個是我們非常熟悉的一個經節 就是在莫迪改那個時代 因為有人針對猶大人 要迫害他們 莫迪改得到的消息 就告訴在王宮裡面 當王后的以斯鐵 說你要去王的面前 跟她講這個事情 王后說不可能啊 這個破壞規矩啊 我這樣去講我可能性命難保啊 莫迪改就講了這個十三節十四節這裡 為什麼你今天會有這樣的地位呢 難道不是神把你放在這裡的嗎 難道不是神讓你在這樣特別的機會 出來挺身而出來做這個事情嗎 所以不要經常用我沒有時間 我沒有能力 不可能 這樣子來推辭 我們都看得到的這麼多的工作 所以第四個我要講的就是 那個對iao人說 他的命是整個教會的使命 是要對外傳福音 然後對內要造就我們的弟兄姐妹 那我們個別的人來說呢 在哥林多前書的第十章三十一節 哥林多前書的第十章三十一節到三十三節這邊 保羅說他很清楚 他知道說他要做的是要能夠容神一人 容神一人 這是我們的目標 在我們每一個人的工作崗位上 在我們每一個人的角色扮演上 容神一人 所以無論是在我們的家庭裡面 在公司裡面 在學校裡面 或者在我們的事業上 我們要常常想到 我們就是要容神一人 然後我們要投入各項的聖功 台北教會號稱有一千多位信徒 但是我們很多的事情上面都缺乏 我們有很多的事情應該要去做 但是沒有人怎麼做 比如說對於初信者的培養 怎麼讓這些初信者能夠融入我們的每一個團體裡面來 需要有人來做 需要有人來帶領 比如說輔導工作 在我們不管是哪一個年齡層 工作上的輔導 感情上的輔導 婚姻上的輔導 很多的輔導的工作 需要有人來陪伴 誰來做 對於特定族群的關懷 其實在我們的當中 很多外地人來到這裡 不管是原住民也好 新住民也好 特別的族群 他們有特別的需要誰來關懷 我們不做 這些工作我們不做 別的團體都去做了 所以我們的信徒在需要協助的時候 得不到協助 我們也要鋼強起來 其實我都覺得我們常常都太依賴 太軟弱 覺得說這些都是理所當然的 所以我們很習慣被人家送禮物 在這些節期的時候 人家來送禮物 應該的 我們也很習慣說 在我們做一件事情的時候 被人家吹捧稱讚 我們都非常的軟弱 我們為什麼會需要靠這些 讓我們能夠得到堅強呢 所以說 其實很多的事情 是我們的使命 最後還是用 提摩太后書的第四章 那個地方所講 我們要物要傳道 無論得食不得食 這個傳道 不是說只有用口頭 去把人家帶到教會 這樣的傳道 我們要物要傳道 這樣的傳道 其實包括了 就是在我們的信仰當中 把這個道理把它活出來 讓別人從我們的身上 看到了神的道理 容神益人 在無論得食不得食 無論人家認為說 這個有沒有必要 無論人家認為說 這是什麼時代了 無論得食不得食 我們用我們的生活 我們的信仰 我們的生命 來把這個道理傳扬出去 以上是晚上跟大家分享的 一起來唱讚美詩 兩百八十三首